大家好,我是終於走橋的鮑勃 關西最大的城市大阪,有歷史又寫拼 然後享譽日本甚至國際的庶民美食也很多 鮑勃就來介紹大阪三天兩夜遊吧 絕對不能錯過的大阪城,在大阪最高的建築看夜景 嘗試不能再沾第二車串炸,先來體驗充滿大阪感的一天 我們今天行程大概8點左右從大阪車站附近的福島站出發吧 來吃一家早上7點就開門的烏龍麵百名店 價格大概300塊日幣起跳,超級無敵划算 烏龍麵本身使用全麥麵粉 吃起來味道十分香,然後口感很Q 沾醬的味道也恰到好處,CP值很高 吃完早餐後我們從餐廳走到新福島站 搭乘JR東西線,這樣走路來到了大阪的最大景點之一 大阪城,現在時間大概早上9點左右 大阪城在西元1583年由封城秀喜所建造 歷史月15年才完成 可以在1615年德川家康發動大阪夏至陣中化成灰燼 但在1931年由鋼筋水泥完成才有現在的樣貌 居然在天守閣的前面看總高58公尺的天守閣真的很壯觀 在這裡拍張照片吧 記得一定要登上城堡,總共八層樓 每一層樓都有不同的主題跟展示 可以讓你學到封城秀吉、以戰國時代 跟安獨陶山時代的各種歷史 八樓的展望台往外看出去可以看到整個市區的美景 一種均臨天下的感覺 包博覺得是日本城堡中城市風景數一數二好的 離開天守閣如果有一點時間的話可以在大阪城公園這個區域走走 這裡基本上就是一個很大的城市公園 綠色植物非常多 也可以找到很多大阪城的歷史古蹟 現在時間大概早上十一點多 天滿橋車站搭乘古丁線五分鐘左右 我們來到東梅田,來吃個中餐吧 來吃大阪知名的燒肉店,淡馬屋 這家店的特色就是使用花50天熟成的黑毛和牛熟成肉 最後可以將肉的蛋白質分解,然後氨基酸增加 吃起來會更加的美味 一定要吃他們的名物海膽 生牛肉加上金箔跟海膽 味道濃厚且鮮甜,讓你無法忘懷 另外這家店的裝潢高級 雖然中餐價的味道大概日幣四五千 但是整個裝潢讓你感覺自己好像花了一萬日元吃這餐 滿值得的 吃完中餐之後我們在梅田跟大阪車站這裡逛逛街吧 這裡有板吉本店等等的百貨公司 是大阪很有名的購物區域 現在時間大概兩點半 從東梅田搭乘古丁線大概十分鐘左右 我們來到四天王寺前,夕陽之秋站 來逛逛歷史古蹟,四天王寺 這也是聖德太子建立七大寺之一 祭祀的四大天王,是日本佛法最初的官寺 境內總面積約三萬三千坪 有非常多非腦時代樣式建築可以參觀 保護館內也有不少國寶等級的藝術品可以欣賞 現在時間大概下午四點左右 我們前往附近的大阪新地標Hardukas 來登高望遠吧 Hardukas高300公尺,共60層樓 是大阪最高的建築物 展望台中大樓最有特色的地方 除了室內可以有大片玻璃看大白的景色以外 五十八樓室外木桐甲板區,可以直接看到天空 在超開放感的地方吹個風 享受一下,喝一杯咖啡 現在時間接近傍晚 就直接在這裡欣賞太陽下山到晚上的景色吧 我們走日來到通天閣這個區域 這裡是大阪串柵基站區 就來試試看串柵達魯媽新式店總本店 如果人太多的話新世界這裡還有很多分店可以選擇 這家店已經開業將近一百年了 可以說是大阪串柵發牆地,是一種庶民美食 簡單來說就是把各種食材用特製的牛油來炸 然後沾一下特製的醬汁,然後就拿來吃 非常有特色,因為番茄跟紅薑等等的食材都可以拿來炸 然後意外的很好吃 今天的行程也就在此結束囉 早起享受市場鮮魚壽司 下午逛爆大阪商業區域 今天是一個要把錢包炸乾的一天 一大早八點左右就來拜訪中央現賣市場本場 這裡跟東京的豐州市場很像 也是有在做魚類的販賣 也就代表這裡可以吃到很新鮮好吃的壽司囉 我們拜訪家的Ando就直接位在市場建築的左邊 所以不會很難找 Ando開業已經將近一百個年頭 我們點得五罐壽司 使用了市場的新鮮魚貨 壽司飯富含礦物質 且健康的貝錢米製作 一早就能夠吃到這麼好吃的早餐 應該可以讓我們的精神抖擞 玩一整天 吃完早餐我們就在市場附近的中之島一帶 消化散步一下 這裡位於唐島川跟土佐庫川中間 東西長約三公里左右 是一個可以享受合景的美麗公園 天氣好的時候在這裡散步 心情會很好 離開中之島大概九點半 我們從阿波座搭乘千日前線 到南坡遮戰 轉南海北線 到駐籍大社 大概25分鐘左右就可以到達 駐籍大社大概有2000年的歷史 也是全國2300間駐籍神社的總本社 是大阪最有名的神社之一 每年的新年拜年可以吸引約200多萬人次 據2019年塔比麥克的估計 是全國參拜人數最多的前10名 境內有祈求不同好運的神社 大家可以依照自己的需求參拜 可以參觀日本古堡本店 總共有四棟建築 傳承了五世紀左右 古老神社建築的樣式 祝吉早 現在時間大概11點半 我們搭乘南海本線回到南坡站來吃中餐 由於下午可能會吃很多東西 中午就不要吃太飽 我們來吃吃看大阪有名的小吃 章魚燒 たこやき道樂わなか 應該是大阪最有名的冰店之一 千日前本店曾經連續三年 被米其林指南推薦 大家可以選擇各種不同的口味 比方說不同的醬料 或是加上鮮貝的都不賴 好吃的秘訣就是特製的醬汁 導樂率良好的銅板 以及技巧高超的烤章魚燒職人的功力 吃完章魚燒 我們下午主要的行程就是逛新齋橋 道頓窟 黑門市場這一帶 這幾個地方都不是很遠 直接用走就可以了 黑門市場可以說是大阪的廚房 名稱來源自附近圓民寺黑色山門 大家就用索性把這裡叫做黑門市場了 這裡長580公尺 總共150家店 除了海鮮以外還有水果、甜點等等的美食 大家可以直接現買現吃 新齋橋是一個超級適合購物的區域 從江戶時代就是一個繁榮的商圈 在1622年曾經是一座長35公尺的鹿橋 在1964年被遺租 簡單來說從榮橋 就是霓虹燈很有名的這一區 一路到新齋橋車站這一區 分成八個區域 也都賺很多百貨公司 藥妝店、品牌極限店等等的商家 但新齋橋商店界以外 其實也是有很多可以逛的地方 不用把自己局限在這個商店街裡面 比方說一旁玉堂金也是有超多百貨公司 可以讓你逛到爆 道頓庫斯大阪的一個運河 最初由戰國實習商人安錦道頓所開鑿 至今已經有超過400年的歷史了 雖然江戶時代的感覺可能已經沒了 如果有點腿痠的話 鮑勃介紹一家大阪的甜點百名店 距離新齋橋商店街很近 Mickey Fruit Cafe 特色就有好吃的水果 有一支高級的香蕉 做成水果三明治跟聖代都超讚 我們吃完甜點後 如果沒有特別要繼續逛街的話 可以從游茨巴西上車 搭乘游茨巴西線 到本町後轉中央線 到大阪港 這裡最有名的景點是世界最大水族館 大阪海遊館 或是天堡山摩天輪 因為時間關係我們選擇大摩天輪 這個摩天輪直徑100公尺 搭乘一趟大概15分鐘就可以完成 當然如果有空的話 可以海遊館跟摩天輪一起拜訪 海遊館晚上7點才關門喔 從大阪港經過本町轉玉塘金線 我們回到市區梅田 我們在這個美食基站去用個晚餐吧 來大阪怎麼能夠錯過大阪燒呢 我們就來吃Yamamoto的大阪燒 家店的特色就是在大阪燒上 加了很多蔥的Negi Yaki 大家可以依照自己的喜好點 海鮮、豬肉、牛肉等等的版本 大口淋醬 配上蔥花跟肉 雖然重口味 但真的有夠爽 我們今天的行程就在這邊結束囉 我們今天的行程就在這邊結束囉 在塔貝勒哥分數高達3.91分 從早上7點就開始營業 特色以後的各種不同的創意口味可以選擇 以及華順Q彈烏龍麵 店長在四國烏龍麵名店學成之後 在大阪自己開店 在開業5年就在烏龍麵基站區的關係 殺出一條血路 吃完早餐 我們從本町搭產玉堂金線 到千里中央後 轉大阪Monorail50分鐘 就可以到達萬博紀念公園站了 現在時間大概10點半 下車後我們看到的是 Lada Porto Expo City 這也是日本最大的複合式設施 感覺設施的豐富本身就像一個萬國博覽會一樣 包博推薦摩天輪 但我們可能離開公園有時間在逛街跟搭摩天輪 比起公園很大 比較難估算行程所需花費的時間 萬博紀念公園 是重建1970年大阪的萬國博覽會的會場 而成立了一個公園 總面積位650英畝 大概有大安森林公園的10倍大 將近信義去了兩倍大小 這麼大的公園可以觀賞的東西很多 首先就是大阪萬國博覽會的主題館之一的 太陽之塔 由日本知名藝術家鋼本太陽設計 高度70公尺 園區另一個知名的區域就是日本庭園 光是這個庭園就有一個大安森林公園的大小 採用日本從8世紀到現在的各種造園方式設計 進到這個庭園擁有幽靜的感覺 這在園區大部分區的自然文化園鮑布也很喜歡 可能鮑布在城市長大吧 很喜歡看不到公園外能造建築綠色植物豐富的公園 這裡的自然文化園就是這樣 這裡在博覽會之前原本是田地跟竹林 但因為展覽將這裡開發 展覽結束後把這裡填土植樹後變成現在的模樣 沒有開發蓋大樓真是太好了 大家可以走上懸空通道 由高處觀賞樹林以及遠方的景色 非常舒服 另外公園裡面還有博物館、天鵝船等等的景點設施 可以順道去看看 離開公園我們回到La La Porto Expo City 有時間的話可以逛逛街 我們也可以達成123公尺高的Osaka Wheel 可以直接從高處觀賞公園的樣貌 車廂底不是透明的玻璃 所以帶有點刺激感 有居高震的希望不要被嚇到 想要早點回到市區的人 再來我們搭乘Monorail回到千嶺中央 轉玉堂金線 我們回到星災橋這一帶 現在就會逛街的時候啦 星災橋這一帶包括玉堂金 可以買藥裝、精品或潮牌 買給自己或親朋好友都可以 想吃下午茶的人 鮑勃推薦周邊的甜點名店 Extra Caraholi藏本店 店名Extra 就是瑪雅聞名的巧克力之神 這家店就是巧克力的專賣店 商店做多於古民家中 所以帶給了一種非常溫馨 且有一種溫馨的感覺 巧克力使用比利時的高級Kuberchil 就是使用比例較高的殼紙製作 會有比較入口即化的感覺 離開Extra 大家在周邊散散鋪後 我們來吃晚餐吧 我們來到French Go Ponce 這要簡單來說 就是法國跟日式料理的Fusion 產地直送的鮮魚、黑毛和牛 跟季節野菜 由法式料理三十幾年經驗主廚 所做出來的創意料理 吃起來溫和不會重口味 好吃 吃完晚餐大概也八九點了 但我們今天的行程還沒有結束 從新宅橋搭乘玉塘金線七分鐘 來到梅田 徒步到十分鐘 我們來到空中庭園展望台 這裡是個有室內跟室外景觀台的大樓 因為開到晚上十點半 所以很適合一天的行程走完之後再來拜訪 那行程就到這邊結束囉 以上就是這次的介紹囉 如果喜歡我們的內容 還可以訂閱Follow我們的Youtube Facebook 還有Instagram看更多內容 我是鮑勃 大家下次再見 拜拜